圣言圣宴 饥渴慕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 我们的心可慕更多地认识你 更多地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查考圣经时 心灵得到饱足 像享受丰盛的研习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 圣言圣宴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 我是原哲善牧师 我是立心 我是宇恩 感谢神的恩典 又到了我们透过良友所制播的 圣言圣宴这节目 我们一块来查考圣经 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进入到铁撒罗尼加后书 铁撒罗尼加后书总共有三章 所以我们会分三次来查考这一卷书信 在我们的分享当中 按照惯例 我们会先将铁撒罗尼加后书 第一章的经文 用轮读的方式来读一遍 之后我们进行下面的交流 铁撒罗尼加后书一章有十二节 一到十二节 由我先来念 第一节的经文这样说 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铁撒罗尼加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愿恩惠平安 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弟兄们 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 这本是合一的 因你们的信心额外增长 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 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 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 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 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 神既是公义的 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 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 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 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 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 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 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 你们也信了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 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照 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 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 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 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 好经文就读到这里 我们还是用所谓的简易的归纳法 就是观察解释应用 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 看到些什么 或是重要的致辞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 我们先来观察 袁牧师我想先提一个问题 就是保罗为什么会再写了 铁撒罗尼加前书之后 又要再写一个后书呢 这其实是我们每一卷书信 之前应该先要讨论的 好谢谢你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先要讨论 先要来明白 铁撒罗尼加前书的写作 跟后书的写作之间的距离 其实是蛮短的 很短的一段时间 重点是前面的前书 保罗写完之后 就让提摩泰带过去 因为保罗听到提摩泰 从铁撒罗尼加来告诉他消息 那保罗是在哥林多 那时候在宣教 那知道了铁撒罗尼加教会 信息之后 他就立刻写信 这是在我们前书看到的 写后书的原因是 因为当前书写完之后 保罗想说 这下子对于铁撒罗尼加教会 他们的弟兄姐妹 应该有个正面的一个教导了 因为他一直想去 现在不能去 那写封信去 结果没想到 在前书上面的这些教导 竟然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 甚至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反而在这当中衍生出来了 保罗原来是用 耶稣基督再来的提醒 鼓励弟兄姐妹 在苦难当中要持守 结果有人特别 故意在里面做一些 搅劳的工作 以至于他们说 反正耶稣基督要再来 所以我们就不用做事了 我们就等着耶稣来 每天就在教会里面 游手好闲 所以保罗在这里 要再写一封信去告诉他们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后书就是要来解释 他们对前书的一些误解 当然更重要的是 保罗还在鼓励他们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看到 保罗每一次在书信当中 是因为出问题 他才写信 但是他不会说 我立刻单刀直路 就是要责备 你们的问题在哪里 他要先跟他们 有一个亲密的 一个组里面的 一个交易 我们说的是一种团契的生活 所以在经文当中 除了问安之后 我们来看经文第三节 他一开始还是说 我们该为你们 常常感谢神 可是你会发现 如果出了问题 还要感谢吗 你让我这个心里面忧虑 我还感谢 我真想骂你 对 可是保罗没有 保罗说我还是要感谢 而且他用的字很有意思 他说我们该 而且是合一的 应该的 而且是合一的 这有两方面 一个就是本来就应该 不管教会的弟兄姊妹 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作为带导者 或是关心的人 都应该要感谢神 因为你知道 这个不管是教会也好 个人也好 都是在神的保守当中 保罗很健康的 他不会说这样子 我就很生气 所以也不想感谢神了 没有 我本来就应该感谢神 但是现在听到一些消息 虽然虽然他们误解了 保罗前书里面所说的 但是至少保罗又听到一个消息 就是他们的信心是怎么样 格外增长 格外增长 信心有增长已经算不错 对不对 那什么叫格外吗 特别多吗 特别多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非预期所能够想象的 或是在意料之外 我在想你们受苦 大概撑不住了 没想到竟然 还不错 这格外就是说 已经不错了 而且还更多的 这是一种夸奖 真的是一个夸奖 那当然保罗不是随便夸的 是有原因的 所以说你们是格外的增长 而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 也都充足 甚至呢 让保罗在神的各教会 为他们都夸口 为什么 因为保罗在宣教 到一个地方 他就说你过去怎样 我告诉你 铁撒入音家教会 这个教会受到多大苦难 我在那里 保罗就开始就讲到 这个教会有很好的信心的见证 特别又提到说 因为他们所受的一切 逼迫患难呢 人就会有忍耐和信心 这很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那至少保罗觉得 他们在信仰当中 遇到患难的时候 能够站立得住了 好 那在下面呢 看到什么呢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他们在逼迫患难当中的 忍耐和信心 会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呢 这里面其实这句话 要一直言到后面 就是在信仰生活当中 因为他们在患难当中 仍然站立得住 表示说神的公义 神的最后的审判呢 是他们持守的 等于说他们是一个见证人 而这个见证呢 在后面这句话 你会发现 保罗用的是很 让我们觉得是 比较不舒服的 因为过去我们 如果不是基督徒信仰的背景 或是中国传统背景 我们一讲到报应 就觉得不舒服了 好像是什么坏事要发生了 对 你小心你会遭报应 就想哇死了 一定是天打雷批 叫报应 其实呢 在这里保罗要说 就是神的公义的判断 会证明出来 就是你该受什么 就是你对别人是善意的 或者恩待神的儿女的话 那神当然报应就是什么 是好的 是正面的 同样的 因为是拒绝了救恩 那你所得的报应 当然就是什么 被弃绝了 被弃绝 因为你拒绝所得的结果 就是那样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特别在第一章出现两个报应 也出现了两次神的公义 都是相对应的 所以刚才 语言你在问说 为什么神的公义判断的明正呢 是因为他们在患难当中呢 神最后会用公义来彰显 而他们也因为信靠 或是信得过神 他们持守那个信仰 以至于他们也会得到 神给他们的报应 这是什么 配得神国的得着 所以在经文当中说 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 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 这其实就是在苦难当中 他们得到的报应 但是我们讲报应 就说哎呦好惨 一定是天大雷皮 不是 对那些给患难 加给信徒的 那神怎么样报应他们呢 经文说 必将患难 报应来 加给患难给你们 所以你看出来 神的公义就要彰显了 好 这是讲到报应 讲到神的公义的一个对应 好 在下面呢 要看到什么呢 看到要报应 那不认识神 何不听从 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所以前面那个报应 是指的 加患难给神儿女的 神要用患难来报应他们 后面这个报应呢 也是比较不好 就是如果是 不听从神的福音 那得到报应是什么 后面第九节说 要受刑罚 永远的沉沦 所以这不是说 神故意要惩罚他们 而是神先让他们 有机会听到福音 他们有选择去 对就某一个程度来讲 他们拒绝不认识神 或是不听从福音 那因着他们的拒绝这个救恩 当然就不得救 那么因此在这里 我们就看到 保罗对当时的信徒的生活当中 他们有美好的见证 他最后提到一个很重要 就是为他们祷告 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 常常为你们祷告 这祷告内容是说 愿我们的神 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照 哇 这边有一个配 其实在第五节 也有讲到一个配 对不对 好 所以讲到这个配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没有一个人 配得神的恩典的 但感谢主 因为神说 我们算配得就是了 这个配不配 不是由我们来认定的 我们也不能批评 别人配不配 其实大家都不配 可是神愿意说 愿意接纳我们 这个算是来自于神的主动 人是被动 人是被动 就是神算我们事 配得就是配得了 那这有点像学校里面 考试不及格 老师算我们及格 哇 你就知道 老师算我们及格 我们就及格了 可是我们的实力 我们考试的成绩 是不及格的 原来都是不配 但是呢 神算我们是配得 我们当然就配了 是 好 所以在最后 我们就看到 因为配得 而且呢 得的是什么 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荣耀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教导 那很快的 因为我们做一些观察解释 最后要应用 来两位同工 就今天的经文当中 有什么样生活的体验 或是有什么反馈 我今天看到 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字 就是配得 我觉得其实没有谁配得 若不是神的恩典 就是我们怎么可能配得神的国 配得神的选照呢 那就是 因着我们 听从耶稣基督的福音 因着我们 愿意顺服神的话语 我们可以得着 这个配得的恩典 并且就是 11节的配得前面说是 愿我们的神 看你们配得 就是是神来看 这边讲到公义的判断 也是主权在神 是 带国的提醒 就是在面对很多 不公义的事情啊 或是面对我们自己 怎么看自己 看别人 就是更多的知道 是用神的眼光 也像保罗 知道主权是在神的 所以我们自己配得 要感恩 然后看别人 有时候是觉得 人家不配得 也不要批评人家 因为其实大家都一样 是不配得的 好就是一个生活上体验 再来 立心呢 我今天看到保罗称赞 那个铁撒罗尼加教会 在一切的逼迫患难中 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 很不容易 很值得我们学习 因为忍耐其实 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有很多种的忍耐 包括在迫害之中 你忍耐不发怨言 包括不对神抱怨 然后也不抱怨人 也不抱怨环境 然后忍耐着 不放弃这个信仰 然后要忍耐 不会因血气而行事 比如说去骂人啊 或是去打人 或是去报复别人等等 这忍耐 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 要忍耐 而且这不但不容易 他们不是无奈的忍耐 而是带着信心的忍耐 这是一种 很积极带着盼望的 我想时间越长 这忍耐越不容易 铁撒罗宁加教会的人 已经给我们做了 很好的榜样 也是保罗所称赞的 好 感谢主 我们是有盼望的 所以能够继续忍耐 这是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的分享 以及我们的交流 节目进行在这 也接近尾声了 在这要跟你说再会了 我是袁泽赞牧师 我是丽芯 我是宇恩 袁神称宁平安喜乐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